中美科技戰白熱化 現在更傳出中國大陸要砸下十兆的人民幣 力拚第三代半導體的先進技術 這也衝擊了美國股市三日大跌 也連帶拖累了台股 今天盤中是一度拉回近200點 收盤下跌了120點 勉強守住了一萬兩千六百點的大關 而平蓋三王包括台積電、大力光 還有鴻海跌幅通通超過百分之一 美國股市三號出現大幅獲利了結的賣壓 代表恐慌情緒的FIX指數也飆漲了超過百分之二十六 特別是納斯達克重挫約百分之五 創三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而肺磅指數也下錯了百分之五點七 科技股淪為重災區 包含蘋果、微軟、亞馬遜、臉書 通通重挫還拖累台股 台股四號開盤同步跳水 一度重挫近200點 灌破了一萬兩千六百點大關 不過在台幣強勢升值之下 跌幅稍微收斂 最終收在一萬兩千六百三十七點 但周線再度翻黑 而蘋蓋三王、大力光、台積電、鴻海 收盤跌幅都超過了百分之一 禮拜五的一個壓回的一個幅度 就是明顯的一個相對性的一個小 美股還要再重新多投振作的話 可能也是要由這個特斯拉跟蘋果 來做一個帶動反彈 美股拖累台股 原來是因為傳出中國大陸 將要砸下十兆的人民幣 拼第三代半導體 而且這項任務的優先性 竟然等同於製造原子彈的等級 也讓中美間的情勢更加緊張 包括這個摩擦 短線上並沒有解決的一個跡象 所以說以後面來說的話 台灣股市要怎麼樣左右逢源 應該是考量各個上市櫃公司的一個 相處的一個智慧吧 美中之間的科技戰 波及到了全球股市 投資人出手前還得多加觀望 東三財經新聞 薛曉筑 柯黃明 台北採訪報導